为了确保饮食卫生安全防止疫情扩散 华联省政府同意下区内的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及量饭地业者 可暂时提供非塑胶类的免洗餐具 并要事前向卫生局备查 至于工部门及公司里选校部分 同样禁止提供各材质的免洗餐具 不过环保局还是提醒民众 外出时最好自备餐具 减少污染与传染的机会 华联省政府109年1月1号开始 就配合环保署政策实施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量饭店 还有政府工部门及公司里选校 不得提供各类材质的免洗餐具 不过最近因受肺炎疫情影响 为了降低传染机会 华联省政府暂时同意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还有量饭店业 可以提供非塑胶类的免洗餐具 我们其实今年109年1月1号 其实配合环保署政策 我们是四大列管的对象 包括政府公部门 公司里学校 百货公司 量饭店 公务中心等等 其实是全面不能够提供各类材质的免洗餐具 那因为疫情的部分 环保署中央这边也有一个因应的作为 考量到疫情我们是到三月的时候可以放宽 不能使用塑胶性的 也就是说还是可以使用纸类的免洗餐具 花莲县目前列管的四大行业目前有334家 那我们现在因为考量到疫情跟观光的政策 所以其实我们公部门跟公司里学校部分目前还是考虑占不开放 那只有针对民间业者的部分可以考虑来做申请的动作 也方便我们来做一个掌控垃圾减量的成效 至于公部门和公司里学校 则是持续不得提供任何一次性的免洗餐具 而环保局也呼吁民众外食最好还是自备餐具 既卫生又安全 其实自备的话比较卫生 然后也环保 那对于这个成态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伤害减到最小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民众可以自备 但是因为观光的关系呢 我们还是有开放民间业者这边来做一个申请的动作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